重庆神秘山村竟然出现万蛇齐聚的诡异场景 而且村中的毒蛇还全部都是剧毒眼镜蛇 见多识广的专家一小时逮住30条 但好像怎么抓都抓不完 当地的村民惊恐过度 纷纷离家出走 那么这座神秘山村到底有何诡异之处 这么多眼镜王蛇齐聚于此 难不成这座村子有啥不为人知的说法 这则神秘事件还要从重庆当地的一位大姐的身上说起 这位大姐名叫张二芬 事发当天张二芬起了个大早 打算去镇子里的集市上赶个早市 买点蔬菜和生活用品 但走到半路 张二芬突然感到肚子咕噜噜直响 屁股发紧 明显自己是憋不住了 眼瞅着四下无人 张二芬静止来到路边的一个草窝里 蹲下就要给野草施肥浇水 可刚刚蹲好的张二芬却愣在了原地 原来与自己一米远的地方 竟然爬了一只尖头长蛇 只见这条蛇正昂起头颅 死死地盯着自己 当时就把张二芬给吓坏了 屁滚尿流的他狼狈不堪 只得一边逃命一边穿裤子 因为太过惊吓 刚才上厕所的意图 此时已经完全消散 回到村子里后 张二芬给左邻右舍讲起了这个事情 但是人们都没太在意 把张二芬的故事 当成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村民们当时还不知道 接下来他们遇到的事 有多么的诡异可怕 在张二芬出手后的第二天一早 村里老肖家也遇上了毒蛇怪事 重庆神秘山村 竟出现万蛇齐聚的神秘景象 无数条剧毒眼镜蛇在村里聚集 就连当地的捕蛇专家看后 也冒出了冷汗 一小时能轻松抓捕三十多条 但却怎么抓也抓不完 第一天听闻张二芬述说 自己遇上毒蛇的遭遇后 村里的老肖就当听了个笑话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在给灶台添柴家伙的时候 手掌却摸到了一个柔软冰凉的东西 老肖不知怎么滴 瞬间想起了昨天张二芬遇上毒蛇的事件 吓得汗毛倒立 当他将灶台上的大铁锅掀开后 还真的发现了一条黑色的毒蛇 老的脑袋死死盯着自己 老肖下的三魂丢了七魄 直接跑到了大街上 但村民们依旧认为 是老肖老眼昏花 毒蛇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 钻到灶台里边呢 那里黑布隆东也没啥吃呢 在村民们的嬉笑声中 老肖内心的一律渐渐打消 也开始认为自己确实是眼花看错了 接下来的几天内 陆陆续续有村民在自己家 发现了毒蛇的踪迹 毒蛇在卧室被窝 厕所 甚至是在路边 都能轻松见到毒蛇的身影 显灵村万蛇齐聚的消息 不静而走 十里八村的村民都说 可能显灵村真有蛇王显灵 在这里安营扎寨 在此期间 有几名村民竟在大半夜 遭到了毒蛇的攻击 好在送一吉时注射了抗毒血清 这才没有闹出人命事件 上级政府听闻这个消息后 派遣动物专家与捕蛇专家 一起前往显灵村调查 重庆小小山村竟然万蛇齐聚 而且全部都是剧毒的眼镜蛇 捕蛇专家一小时抓捕三十多条 累到虚脱 但毒蛇好像无穷无尽 根本抓不完 因为村里屡屡发生毒蛇咬人的事件 当地不少村民已经人心惶惶 纷纷离家出走 动物专家和捕蛇高手来到显灵村后 迅速对毒蛇问题展开调查 动物专家发现 在显灵村出没的毒蛇 全部都是眼镜蛇 但更为诡异的是 显灵村并不适合眼镜蛇的生存 捕蛇专家立即上手 为村民们紧急抓蛇 尽最大可能减小毒蛇伤人的几率 但一小时就抓了三十多条 捕蛇专家几乎累到虚脱 可毒蛇还是源源不断 那么这些毒蛇到底怎么来的呢 考虑到毒蛇全部是眼镜蛇后 专家觉得是人为搞的鬼 于是开始挨家挨户地排查 在查到蔡勇家时 蔡勇结结巴巴 不让人进屋 释出反常必有妖 搜查队进入蔡勇家中 发现了满地的眼镜蛇卵 面对事实证据 蔡勇供认不讳 原来这家伙采购了两千多枚蛇卵 打算靠养蛇发家致富 但自己太懒眼镜蛇孵化完成后 自己也没有继续管理 上千条眼镜蛇偷偷溜出 跑到了村里每个角落 因为害怕担责 蔡勇这才不愿声张 没想到 害得村里人一个多月不敢出门 竟然是因为蔡勇这个自私的坏蛋 事后警方将蔡勇拘捕 接受了应得的惩罚